我們現在使用這個手機顯微鏡 那這是標本 我們標本用這個 放在這個載台上 載台推進去這個視界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 的景象 那我們可以移動這個載台 改變它的觀測位置 那目前這個載台呢 可以看到的位置大概就是 這個燈反射的位置 這邊比較清楚 可以用這個載台 移進去 我們就可以直接這樣觀察 這是剛抓的一個地上 昨天撕掉的小蚊子 OK